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案例 首先从这个手型来看 有牧人的影子 也有土人的影子 木土结合的手型 土长人也是我们最常见的 最常讲到的这种手型 做事稳重传统 而且重信与讲成信 但是也有牧人的多思善谋 我们可以看到土长人一般 喜欢户外和大自然 并且也是一种典型的 偏实干家的手相特点 同时掌面见棱角 也是偏筋骨质 所以说在事业方面 还是这个事业心比较强 我们来看这个手指的形态 手指来看 指节间的米康树文 越往小指的方向越明显 特别是小指方向 米康树文越来越明显 说明这个是越老越顺 这种手相特点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米康米康顾名思义 是代表衣食无忧 小康不愁 能够凭借这种筋骨之人 土长人的这种实干精神 小康生活不愁 小指形态也不错 晚年运势还是可以 能和子女缘分非常的深厚 晚年能享子孙福 后期我们在纹路当中 也会讲到这一点 四指也是严丝和缝 这也符合土长人的特质 能守财之进退 处事保守谨慎 稳重传统 好我们来看掌丘 掌丘来看 手指根部的掌丘不错 特别是小指根部掌丘 非常的饱满高楼 并且伴有钱财树纹 也叫财富线 所以在商业方面 嗅觉比较灵敏 而且沟通的你想 口才不错 能够结识很多的人脉 并且贵人运也非常的不错 从太阳丘上的一条深长的太阳线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小指根部水星球 还伴有一些宝静纹 这个宝静纹对偏财运 有一些催旺的作用 时不时有一些偏财 意外之才入障 那么但是偏财不长久 切勿沉迷其中 我们来看 食指根部训弓 正裁位 这个位置稍微低了一些 处事还是偏保守 有些放不开手脚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训弓正裁位 还是比较饱满的 正裁还是有的 比较不错 并且有一些简单的杂门干扰 正裁有一些不稳定 我们从后期纹路当中的 事业线也可以看得出 横纹干扰 包括断序 都可以看到 本职工作有些动荡 这也是直接影响到 正裁的稳定性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注意到 月球尤其的饱满高楼 月球饱满的人 想象力丰富 注重精神世界 并且我们可以从 弯曲有弧度的脑线 也可以看得出 接着精神世界丰富 爱幻想的特质 同时也注重精神生活 艺术生活 富有艺术气息 那么上方的第二火星丘 饱满的人 代表道德感 正义感比较强 不会为了迎头小力 走歪门邪道 是一个传统正派的人 除此之外 金星丘虽然范围广 为人慷慨大方 但是还是轻轻干扰 比较多 色泽也有些发暗发青 尤其要多注意 肠胃方面的保养 注意劳育结合 虎口火星丘不弱 虎口火星丘也叫低火星丘 代表有勇气面对困难和挑战 并且很容易在团队当中 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和付出行动 所以容易在团队当中 脱颖而出 好掌球看完了 我们来看文路 文路来看 三大主线 还是三材纹得配 都比较深长 并且我们注意到 尤其是脑线 脑线非常的深长 有弧度 非常的干净 那么对于女人来讲 也是阴阳得配 脑线不宜太过刚强 不宜太过平直 有点弧度 个性方面会有一些柔和的气质 所以脑线同时也可以看得出 身长的人一般聪明 聪明 学习能力非常强 同时也可以看得出 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那么脑线干净的人 心态比较稳定 即使是困难来到面前 他也会沉着冷静的应对 这是一个人能够尝试 主要看脑线是不是干净 脑线还是比较干净 我们从流年来看一下 脑线跟生命线 初期还是建一些导温 早年体质一般 并且青少年的体质 生命线也偏浅淡 所以早年的运势 倒是一本难想阻印 并且生命线和脑线 也是粘贴比较长 处食偏保守谨慎 这也是符合土长人的特质 做事有一些放不开手脚 同时也代表 做事计划性比较强 不会轻易的犯错误 那么我们注意到 从流年看基本上 在十七八岁左右 出现这种倒纹和邪纹的干扰 这个期间也是脱离原生家庭独立 进入社会出入社会闯荡的阶段 这个阶段见倒门和杂门的干扰 基本上在青年时期 这个是十八到二十岁左右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说明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时候 会吃些苦头 会见些坎坷和动荡 但是脑线依然是慢慢的逐渐的变身 脑线逐渐的变身 代表能力逐渐的增强 信心也会慢慢的提升 但是脑线的状态 如果是说少砸门干扰 并且比较保持这种干净的状态 所以他心态非常的不错 同时也代表运势会稳步的提升 那么过了二十岁之后 基本上在流年看 基本上在二十到二十二十岁左右 有一条横门的干扰 这个时候也见亲密关线 从中引出 这个时候有一段偏远的干扰 出入社会有一些烂桃花的干扰 从赶线的杂纹干扰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那么这个阶段容易犯情伤 这个是大横门 那么之后 生命线慢慢的 有一些努力线和上升线 并且也伴随着生命线逐渐的加深 运势也会逐渐的提升 逐渐的适应职场和社会 事业当中能够慢慢的建立信心和能力 我们从事业线来看 也可以看得出这方面的信息 这个事业线虽然是弯曲 但是最终还是冲破了脑线和感情线 脑线为能力观 感情线为情观 两道关口过了之后 事业方面的格局还是不错的 只是说在事业方面出现断开 包括横门的干扰 在中年的事业还是有一些阻碍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事业方面的阻碍 跟刚才讲到的迅功杂纹也有关系 财运政财有一些不稳定 事业有一些动导 我们到后期看一下 有太阳线的加持 有往贵人帮扶 在事业方面度过难关 最后冲破天文 形成这种在事业方面偏晚成的格局 基本上从流年看 生命线的上升线 是基本上在40岁左右建上升线 所以说这个阶段是 一个收获的阶段 在事业方面 财运方面会逐渐的取得突破 所以也是一种偏晚成的手向特点 这个是上升线的意思 那么后期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上升线之后 基本上生命线也有 伴随着小的上升线 小的上升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从流年看 基本上在60岁左右建一条分叉线 这个分叉线是代表生命力的减弱 这个时候要有一道健康的关口要过 过了这个坎之后 升线后期会顺畅 慢慢的顺畅 接着之后 到了72岁左右 出现这个升线的断坎 又一个健康的关口要过 过了这个坎之后 升线尾端绕手腕 晚年可向高手 关于刚才讲的事业财运方面 财运线还是建一些断序 财运时好时坏 包括刚才讲的政财 政财为了建杂文干扰 事业线的建横文和断序 所以财还是有一些不稳定 不然的话 财运线和事业线 组合成的元宝型的财库是非常不错的 由于事业线的断开 包括财运线的断序 元宝财库出现开口 需要补充财库才能够化解 才能够把财运给稳定下来 这是整体的一个首要分析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